全球股市崩跌,而加密货币最近的价格也大幅波动 特别是稳定币之一的TerraUSD,UST一度出现暴跌 而且尚未回到正常兑换1美元的水准 稳定币是什么? 稳定币是加密货币的一种 但会借由与其他稳定资产保定来维持价格的稳定 例如,1美元稳定币为0 每一个美元稳定币 背后都要储存1美元的法定货币来担保 所以可以一直维持相当于1美元的价格 而目前的稳定币也大多以美元作为担保 稳定币有助于提高交易的效率 假如不想将加密币转为法定货币 有许多投资人会选择将资金转为稳定币 或是市场上主流且流通性高的币重 例如,比特币及以太币 稳定币三种模式 稳定币可以有不同模式存在 第一种是有资产储备抵押 例如,USDT,泰达币 是由Bifinex交易所旗下的Tether公司所发行 几年前曾爆出过资金被挪用 但Tether表示已经回到100%储备的水平 而且目前仍是最大市值稳定币 USDC是第二大的美元稳定币 由美国上市加密资产交易平台 Coinbase, Coin 以及高盛集团旗下的Circo开发 由于持有牌照 因此是一个受到美国监管的稳定币 USDC同样是以美元未储备的稳定币 定期要缴交审计报告 USDC也被视为最安全的稳定币 第二种是去中心化稳定币DAI 每一例DAI全由智慧和约来做美元保定 没有中心化机构主观干预增发及减发 而且背后理论响是有超额的代币做抵押 第三种是基于演算法的去中心化美元稳定币 例如近期出现币价脱钩暴跌的UST TerraUSD UST脱钩暴跌LUNA币重挫引爆危机 UST是第三大稳定币 机制运行是会发行两重币 一是UST 二是LUNA代币 UST是稳定价格 一UST等于1美元 LUNA是浮动 理论上 当UST的价格超过1美元时 投资人可以销毁ELUNA并驻造新的EUST 当UST低于1美元时 投资人可以销毁EUST 赎回ELUNA UST价格波动会影响比特币 价格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UST的储备是比特币 由于UST突然出现很大的卖压 导致价格脱钩 为了稳定币价 LUNA基金会LUNA Foundation Guard 要卖掉比特币去抬高价格 因此成为了比特币的最大卖家 也因此大幅拉低了比特币的价格 此外 最近是逢美股大跌 而近大半年 比特币的价格走势与美股大致同步 所以在比特币本身处于跌势中 又被大手抛售 比特币价格就大幅跳水 值得注意的是 LUNA Foundation Guard买比特币时 价格是高于3万美元 所以卖掉去稳定币价硬账面亏损 而且又借钱才能稳定到币价的目的 因此 若投资人目前想求稳定去买稳定币 必须谨慎评估选择币重 以免卷入近期的风暴当中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